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感谢主今天又到了安息日了 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有很好的时间 可以跟我们的家人 也跟我们一个礼拜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今天都可以把它完成 上帝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座末 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读《撒谋记下》21章15节 我们要读完这一章15节我们开始来读 菲利斯人与以色列人打仗 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菲利斯人接战 大卫就平凡了伟人的一个儿子 以什匹诺要杀大卫 他的铜枪中三百色颗又配着心刀 但西路亚的儿子雅比塞 帮助大卫攻打菲利斯人将他杀死 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启示说 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 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 后来以色列人在哥伯以菲利斯人打仗 护杀人西比亚跟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 杀佛又在哥伯以菲利斯人打仗 伯利恒人亚雷尔金的儿子 一二哈纳杀了加特人哥利亚 这人的枪赶出乎之步的机轴 又在加特打仗 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 手脚都是六子 共有二十四个子头 他也是伟人的儿子 这人向以色列人骂政 大卫的哥哥士米亚的儿子 约拿旦就杀了他 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 都死在大卫和阿伯人的手下 那伟人出于哪里呢 就是在创世纪 当然堕落之后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 不是普通的人 那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讲伟人 从哪里来的 那他们的特征呢 就是有一点 其实高大 非常高大 其实是有点畸形 那但是就是非常的高大 那大卫呢 曾经打死了哥利亚 那他们都是类似的人 那现在又有四个人出现 那这个大卫呢 就在这个 也是在他一生当中 最后一次带军出征 面对菲利斯人来打仗 大卫的体力呢 已经没有办法承受 古代那个面对面的 厮杀的这个争战 而且又遇到 这个菲利斯人的主将 出来这个人 像哥利亚一样的巨人 叫以斯比诺 他就是刻意要来杀大卫 刻意要杀大卫 我不知道以斯比诺 是不是跟哥利亚 是不是亲戚还是怎样 那他大概是要来报仇 要杀大卫 就在这种千军一法的时候 雅比赛就过来帮助大卫 将这个可怕的巨人给杀死了 弟兄姐妹 这一小段的记载 就让我们可以学到 两个很重要的功课 第一个我们要保护领袖 保护领袖 这个雅比赛 杀死了这个菲利斯人以后 他们就 就请求大卫 以后不要再跟他们出征了 他说你一个人 如果你死的话 就熄灭了以色列人的灯 以色列的灯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领袖 那所有做柱子的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保护你 保护教会 那当仇敌 这个 借着一些人来攻击教会 或攻击我们的领袖的时候 我们要起来保护我们的教会 也要保护我们的领袖 不要容许他继续的说 你要告诉他说 请你不要再这样说 你如果有什么意见 请你直接去找我们的领袖 你可以直接跟他沟通 而你不要在这边散布这些事情 那我们不想要听这个 你这样做 你是得罪神 你也是在 你也是在伤害教会 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 其实他们 当他们在批评论断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心 不是真的想要伤害教会 可是仇敌就会借着 这个叫做见缝插针 就是来 目的是什么 叫以色列的灯熄灭 弟兄姐妹 当这个灯熄灭的时候 那就变成黑暗 就看不清也看不见 那弟兄姐妹 前面我们当怎样走 我们就失去了 引导我们的人 那弟兄姐妹记得 主耶稣说 这个牧人被击打 羊就怎样就分散 那弟兄姐妹 好不容易我们聚在 聚在神给我们的牧人的面前 弟兄姐妹 牧人做什么 就是要保护我们 恩 带领我们 那弟兄姐妹 就是 你一定要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 而不是 这个 有些方法 或者什么东西 你不是 你不是很明白 那没有关系 你可以 你可以讲 但是你一定要找到 找到对的路 来分享 而不是用批评论论的方法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听见这些事情 弟兄姐妹 第一件事情 保护你 就是保护你的教会 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 我们要看见 我们要坚持团队的释放 那不论一个人在怎样属灵 一个人在怎样的有力量 都没有办法 在一场树林 争战里面 一个人就能够得胜 那我记得 这个 这个 中国 一个 这个宣教士 叫戴德胜 这是在清朝的时候 从 从 从英国来 来到 中国 宣教的宣教士 那 当时他遭遇的 那个 这个义和团的 这个乱 乱和团 杀了很多很多的宣教士 所以他面对的困难是和狠的大 所以 但是 他 他就是 在每一次 要祷告的时候 他一定要找一个弟兄人 跟他一起祷告 那 即便找不到 这个 这个好像 这个 就是 找不到谁 就是 刚刚信主的 就是刚刚受洗的弟兄也好 他总是要找一个弟兄人 跟他一起祷告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两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 会带出无比的属天的能力 那这也是主应许的 你们地上若有三两个人同心合一的来祈祷 你们在地上所捆绑 在天上就捆绑 所以弟兄姐妹 这就是神的法则 团队的侍奉 你们姐妹千万不要落单 当你落单的时候 第一个 你会成为仇敌的 仇敌攻击的目标 第二个 你落单 你再怎样有能力 你再怎样有负担 你都没有办法完成上帝 要托付你 要做的事 千万记得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去建立你的团队 如果你是个小组长 你不是一个人来照顾小组的每一个人 而是你要去建立你的团队 每一个领袖都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圣经的法则这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在刚强的人也总有疲乏的时候 在有恩赐的人也总有不足的时候 再说你看柱子 一根柱子可以承担 假如一根柱子可以承担 承担十分的力量 那两根柱子就可以承担一百分的力量 那四根柱子就可以承担一千分的人力力量 所以弟兄姐妹教会不能够只有一根柱子 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上帝的柱子 那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成为柱子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从聚会不停止聚会 不迟到开始学习 弟兄姐妹上帝祝福你 当你成为教会的柱子 你这样子你就会稳定的参加主日崇拜 跟小组的聚会 你就会成长就会成熟 那你就会慢慢的 你就可以成为真正教会的柱子 那明天是曾阳琴的弟兄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他的生命的故事 那明天刚好也是父亲姐 那我们一起鼓励你 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到神的殿中 早早来到神的殿中 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明天也是我们第一周 我们要拨柱聚会 所以弟兄姐妹带着一个渴望的心 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上帝祝福你 弟兄姐妹记得两件事 第一个要护卫你的领袖 护卫你的教会 第二件事 不要容许人随便来批评论断我们的教会 那大部分人都是不晓得 我们随便讲了一句话 我们就伤害了上帝的教会 我们就攻击了神的仆人 那第二件事 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习 我们一定要在一个团队的里面 一起来学习赐后神 我们一定会得胜的勇余 上帝祝福你 让你有一个美好的假日 上帝与你同在 我们一起祷告 颠覆上帝感谢你 祝福我们今天有美好的一个安息日 主啊我们可以知道 每一天都是依靠你的大能和大力 主啊你既给我们一个安息日 就叫我们可以一同在 在我们的家人 跟我们的家人 跟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一起来安享 上帝祢给我们的安息 谢谢主 把我们这一个礼拜 所做的事都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你来祝福我们 主啊所不足的 你就来成全 谢谢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做功得利 做功得喜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